即时 我说过了 即时这里面它就是30分钟 30分钟 这个是每分钟 它是以30分钟为单位 然后接下来这个部分 它是以每分钟 每分钟来去观看 所以这就是即时了 那跟这边所差别的 应该是它的单位变很小了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知道说 例如说这30分钟 可能还是以台湾 这边就是还有一个人 在看看什么地方 那属于哪一个国家 那我实在是不太好找 这是即时的部分 如果你们有兴趣 也都可以去看一下即时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目标 以目标来说 我们来去看这个目标的总览 它什么叫做目标 就是像我刚刚 我是不是有设了一个讯息通知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目标 那在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去新增一些什么 假设我今天我要多少天跟多少天的一个比较 这是它所谓的一个目标 那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地方 例如说这边是所有使用者嘛 这边可以新增 新增一个区隔 例如说我是这一周跟上一周来去做一些比较 那还有像 因为比较我都希望拉到那个Power BI那边来去做 就是你要会先做这一个月 这一周 你会做了这一周 你才会跟上一周来去做比较 你会做了这个月 你才会跟上一月来去做比较 上次我们应该有画比较图嘛 可是你的资料不够到很多个月 我们没办法去画出那个月的比较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比较你们应该要自己来去画出来 那还有像 像例如说这边有总览有活跃使用者 这大概是我们比较会去看的 就是我们会关心 这也算是一个目标对象的比较 举例来说我就够一天跟七天 你看一天的话是这样子 七天的话大概就是乘七的倍数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差距很大 这代表什么呢 1月24号这一周 这一周跟这一天 它的一个差异性是很大 这边是不是就很小了 OK 这是有关系的 那例如说你在看14天 这边是不是就差异很小 这边就变差异很大 那一周跟14天的活跃使用者 那又有什么差异 这就是一个比较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边纯粹都是在做比较 那它这边有很多 例如说请问一下 课程 课程 例如说我们来看性别 这是什么意思 而这边是年名 这边是看年名层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性别 好 请问一下 一个网站 它为什么要去分析男女 为什么要去分析年名层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好 那现在问你 你要怎么分析 举例来说你是一个驱公所 你 你是不是会想要知道 就是说来的人 来的人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就来零贵办事的男性比较多 还是女性比较多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例如说 如果都是男生跑过来的话 你需要设那个什么 那个 例如说 例如说男女比例是差很多的 那可能 假设 女生比较多 男生比较少 那连厕所数的分配都会不一样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那请问一下 你要怎么收集这个资料 我不想你们知道 那个7-11的 那个结账的那个会 他都有一排 就是基本 就是你出料案 他买什么东西 就是他可能会分类 就是他买是饮料 他可能在饮料上面按一下 然后呢 金额按一下 对不对 然后他可能会去统计说 再度按几个按钮 例如说 男生还是女生 按一下 然后几岁 就是他用 那个店员用目视 按一下 然后再按确定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也在收集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对便利商店来说 重不重要 重要吗 例如说 假设以年轻型的一个族群为主 他在做那个什么 公展 他如果放那个梁山伯宇 注音台 那不会有人想要去收集 可以听得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会收集那个年轻人喜欢的 那个杯员 那个我不知道 我的小朋友好喜欢收集 那个杯子旁边 挂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卡通 然后挂在那边 他就好喜欢 那我觉得挂一个小雨伞 那个不是比较好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 我比较喜欢 例如说一个吸管旁边 然后放一个什么小雨伞 我不晓得 可能我的观念 就是喜欢那种东西 差很多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东西你怎么收集 你真的可以收集 可是这样子的收集是很 可能琐碎的 你要请大家一起来帮你收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那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怎么收集啊 他一样你是透过这个顾客 这个顾客 例如说这个浏览者 他有使用Gmail 他才能够去帮你判断 他是男生是女生 他几岁 因为你登录之后才会 他才能够看到这些资料 如果你不记名登录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登录的话 请问你 他能够统计这些资料吗 他一样不能统计 可以吧 你可以从一个 mate address上面登记 他年龄是几岁吗 不可能啊 好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他只能就有 有登录的 有登录的 例如说有些人就是手机啊 他是不是一直挂在那边 他是不会做什么登出的 好 那还有像例如说 以我的网站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是学习型的网站 就是我是放一些什么教学课程 所以说以这个年轻族群居多 可是请问事实上 还有更多连登录都不会登录的人 就是他就是不要登录啊 他用他自己的桌机 他只是要上网去搜寻 例如说孙在阳电脑教室 他不用登录啊 照样可以看到 那些人有没有收入进去 没有 这里要请各位知道一下哦 那接下来 例如说他这边讲什么男女 一样是以登录者来去观看的 好 看看他有什么 他有 例如说这些人的兴趣 我们你在填那个Gmail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说 你喜欢什么东西 那像脸书里面 你喜欢的电影啊 你喜欢的书籍 对不对 就是那些东西 他就会帮你来去做一些分配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当你今天你上网去买 当你今天上网来去买一个书 他可能就会呈现说 其他人他同时也观看了什么书 就是推荐 他现在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这一个人的兴趣 来看这个网页 他可能还会去看别的什么网页 就是在帮你做那个大数据分析 去猜你喜欢 好 那这边是不是还有兴趣 所以你再去看一下 就是说 例如说 兴趣就刚刚我讲的那个部分 还有地理 地理 例如说 这些人 我们看地区好了 就是来看我的网页的人 他大概分布在什么地方 大概就是这些 还有行为 行为 新访客与回访者 还有这边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一个差别 那请问一下 新访客 新访客 多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这边我的 应该是新访客跟 旧的访客 是差不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有持续有新的人来 我的网站 然后 我旧有的访客 也还有维持 就是再继续看 我的网页 现在所代表的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那如果新访客 只有一两个 你就要想办法 来去开发新访客 那就要去买 关键字那些之类的 好 那接下来 还有技术 技术的话 应该是指浏览器 浏览器吧 就是 你看它是使用 哪一个浏览器 我们现在 所使用的 都是什么 Google公司的相关 比如说 我们用Gmail 来去做 GA的登录 对不对 然后网站 我也是用 GA的协作平台 还有那个GA 本来也就是 Google公司的 所以那个浏览器 应该 Chrome会比较多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你有没有发现 在那个IOS 像比如说 它用手机 手机不是用 那个Suffer 吗 对不对 Suffer 我觉得Suffer 应该也蛮多的 因为用手机 人也蛮多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 来去评估一下 还有像什么 行动装置 看一下 桌机的多少 手机的多少 然后 那个平板 Table Table是表格 表格 Table就是平板 然后接下来 其他你们就自己来去观看了 其他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需要再花时间来去看的 可是前提是 前提是我们没办法去 就是假设你今天假设你今天你要去调查男生女生这是看出来对不对 那如果你用性那个年龄 你想要去分你的年龄 例如说 假设来我们去工作办事的那个人 他的年龄是几岁 都是必须要自己去就是用牧师的观念 因为你要是问他几岁 在美国在国外那是一个不能做的事情 这叫这叫什么 隐私权 那慢慢台湾这边都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没事不可能告诉 就是假设有一个人站在那边后 小姐请问你几岁 先生请问你贵根 我跟你讲没人会理你的 对吧 那所以我们一定自选择就是一个人站在那边要目测的方式 这样子来去收集资料 或者是说去医院 他说先请你量一下血压 对吧 那变成变成他也不问你了 慢慢用什么 就是用刷卡 直接用你的健保卡直接刷进去 因为就是他要做到那个隐私 可是那个资料会不会送到那个健保局的云端 当然会啊 而且当医生就是他跟你拿那个健保卡 他不会再问你你心跳多少血压多少 因为全部都按到里面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就是你要去思考就是收集资料的方法 不是要以窃取他的隐私 就是不要人工去问 换一个方式 可是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你想要你知道说 大概是在 大概是在就是什么时段 什么人会比较频繁到我们的那个 例如说单位 尤其社会局 我们跟人民的互动线 直接 这些我们都必须要调查 可是你要去思考 这些资料你怎么收集进来 我们没有Gmail嘛 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请 就是他填很多个资 可是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甚至你要知道他的一个教育背景 或你了解他越多 你可能了解这个办事的人越多的资讯 你是不是可以更加的 可以提供更适当的服务 好了 所以这边我只能说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必须真的要花钱 例如说你去买那个关键字 你这边才能够继续使用